针对日前亚历沙纳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火车上讲中文被无端殴打事件 美国中华留学生权益促进会呼吁应对施暴者加以仇恨犯罪的罪名严惩 这样才能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美国中华留学生权益促进会在邓红律师事务所召开记者会 代表华人社区对留学生说中文被无端殴打事件表示愤慨 并呼吁要严惩凶手 留学生说中文被殴事件发生后 检方却以普通的攻击罪名起诉 引起华人社区强烈不满 邓红律师建议民众要向亚历沙纳州州长 凤凰城市长等民选官员发出声援信 要求当地政府严惩仇恨犯罪行为 因为这个案子很明显的是一个仇恨犯罪 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讲中文发生的 然后在犯案过程之中的话 他们是用了很明显的滚回中国去 这些行为已经是构成种族的仇恨犯罪 所以我们呼吁大家的话 就是说写信给州长 写信给当地的检察长叫Bill Mcconnell 以后让大家发出声音 保护的话这样子的学生安全 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度发封在 或者是中国留学生身上 美国中华留学生权益促进会理事长 袁志明表示 中国留学生来美求学不断的增多 留学生被欧事件处理不当 势必影响留学生和中国的游客来美的美好意愿 蒙氏前市长百人会理事 陈李宛若针对这一事件 也让他联想到他在任市长时 华人被欺视的事件 他表示已与百人会 亚太正义中心等民权组织联系 会派律师来协助 用法律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新移民 我希望大家对于我们华裔的形象 对于我们将来的前途 我们非常关心 所以邓宏能够站出来 能够帮助所有在整个美国的华裔 让他们大家一起合作 跟日裔跟犹太裔跟其他族裔合作 我们要抬起头来 我们以华裔为荣 环球东方记者李宇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